Bismillah, Alhamdulillah, As-salatu wassalamu wa Rasulillah, Teqadda ma'ana fi dursal ma'adhi, sharhar kan al-islam 凭博辞、横辞的安拉之名 感赞调养众世纪的安拉 愿安拉斯福安以最尊贵的先知和使者 我们的先知莫尔莫特,提西家眷与追随者 上节课我们讲到了关于什么是Islam 这节课我们讲到了关于什么是Islam 这节课我们讲到了关于什么是Islam 解释什么是Iman 你是一个信师吗 你必定会说我是一个信师 但什么是Iman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Iman 我们在解释关于什么是Iman 你信条的时候必须要了解五个方面 至于Iman的要素有六条 在解释Iman的意义的时候 我们要从五个方面去解释 我们的Iman必须要包含我们嘴上所嘴上的表达 以及心中的归心 以及身体的力行 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的Iman会增加通过服从安拉会增加 我们的Iman会由于违抗安拉的行为会减少 这五个方面就是我们学习Iman必须要知道的五个方面 用正确的表达 正确的表达 还有内心正确的归心 以及身体正确的力行 通过服从安拉来增加Iman 要知道 违抗安拉的行为会减损Iman 我们作证说没有应受崇拜者 只出示安拉 在嘴上表达的时候 在内心必须要正确的归心 而且要赋予我们的行为 从我们的行为上来体现 成百毒一旦拉 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发现一个人 他嘴上说的都是圣形 但是他心里并不相信 也就是他嘴上说的和他心里所想的相反 这样的人能叫做一个穆斯林吗 不能叫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 因为我们已经讲过 有正确的信仰 有正确的Iman的人 他必须要口舌招人 内心诚信 我们怎么来叫这样的人呢 他嘴上说归心 但心里并不归心 他们的表面所体现的状态 和他内心所想的不一致 我们请求安拉保护我们 以免遭受这种行为 这种人他就叫做违信士 他将要在活域的最底层遭受刑罚 第二个问题 我们发现一个人 他内心归信 他虽然内心归信 也没有任何疾病 影响他去表达 但是他不去正确的表达 他在内心当中完全归信使者 归信使者的这个所传达的 但是他在嘴上不做正确的表达 他在没有任何疾病 没有任何这个除非是哑巴 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 他不去表达顺难 我们怎么称做这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信士吗 他是一个伪信士吗 或者他是一个信仰薄弱的人吗 这样的人 我们不能用刚才那几个词来形容他了 这样的人 他是不归信的首领 比如 恶魔的首领 就是这样的人 法老 大家知道法老 不归信的法老 就是这样的人 阿布杰赫尔就是这样的人 他们虽然内心是认知安拉的 但是他们嘴上不着人 所以我们对于理解以慢 必须要从这五个方面要理解 口舌招人 内心诚信 身体力行 比如我们对安拉的害怕 就是其中的一项 比如我们从路中间清除一个路障 都是以慢你的体现 我们的以慢你会增强 比如通过我们的拜公就会增强 我们的以慢你会减弱 比如一个人说了谎 他的以慢你就会减弱 这就是对以慢你的解释 这个阿鲁尊也就是迅尼派 对以慢你的解释 我们还要继续学的 关于以慢你的六个要素 在下一节课上 安拉之志